佛法跟你讲道理 为什么 我们身体疾病从哪来的 外面灾难怎么来的 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不但佛说 最近 你看美国 一个量子力学家 布莱登 好像是去年 还是前年年初 世界上有几个著名的科学家 在这个悉尼 澳洲悉尼 开了社会 要了我 我没去 我派了八个人 去参加 我们的进中学院在澳洲 派了八个人去 他们回来的时候 做了一份报告 宣告我看 两天的会议 头一天讨论 量子最新的发现 我们看到很欢喜 跟佛先生讲的一样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再过二三十年 佛法就不会说是宗教了 佛法变成高等科学了 科学家都要来学佛了 为什么 提升他 佛经会给他很多灵感 帮助他快速向上提升 第二天 他们专门讨论灾难 主题 就是 玛雅 2012 就是今年 今年 玛雅的灾难语言 也做了一天的讨论 对于这一桩事情 他们的看法 一般人相信有 一般人相信有 不太可能 50%对50% 我们要警惕 这不是少数 如果这百分之五个人 相信有 百分之95相信没有 那应该就没有 他现在是一半一半 但是 乌雷登告诉我们 要化解 这个灾难 他要求地球上的居民 应该觉悟 那立刻就要采取行动 气悟阳山 盖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个灾难 可以化解 这个由量子力学 可以做 理论的依据 佛经上有这个理论 不但可以化解 而且可以 把地球 带上 更好的走向 但是 谁肯干 真是佛 就行 尽宗 就更简单 尽宗是 真念佛 就行 知道吗 就行 明镜需要 然后